您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补天烈》,这本书的周恩版大约有66万字,我会用大约22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国家山河飘零之际,爱国知识们的悲壮义举与其间的爱恨情仇。 香港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城市,亚洲四小龙之一,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生活水准最高的地方之一。 香港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有一段特殊的感情,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都是看着港片,听着粤语歌长大的。 从霍元甲,射雕英雄传,到警察故事,大话西游,从成龙,周星驰,到刘德华,古天乐,从谭永龄,张国荣,到张学友,陈一迅,从千千雀歌,到吻别,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张嘴说出无数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童年记忆。 昏睡百年,国人见已醒,每当电视剧后援甲的主题曲旋律响起,国人心中就会热血沸腾,一种同根同源的爱国情怀,就会在每个人的血管中流淌。 射雕英雄传所蕴含的古典文学魅力,更体现出了香港和大陆在文化上的一脉相承。 香港本就是中国的孩子,只不过离开大陆母亲太久,已经到了回归祖国的日子了。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激动了多少人的爱国之心,真是万众共赫,举国欢庆。 为了完成这部小说,作者历史三年往返京港两地,深入调查和研究,采访各界人士数百次,实地踏刊历史遗迹和文物,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香港历史。 本书也是了解今日香港必读的书籍。 小说从香港拓戒自1898年4月中英谈判起,到1899年4月,港英以武力接管新戒指,前后整整一年的时间,其间事件紧凑,人无贯穿。 在以1900年1月,李鸿章就任梁光总督作为尾声。 作者写取了一个历史片段,将香港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段屈辱的历史, 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展示在世人面前。 小说将殖民侵略者的卑鄙,英国传教士的人后,爱国志士的英勇,卖国官员的无奈,和叛国奸商的无耻,全部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通过香港拓戒这个事件,将所有人揉杂在一起,在历史大背景的舞台上一一粉末登场。 本书的作者霍达,女回祖,出生于一个朱玉世家。 1987年创作的《穆斯林的葬礼》,荣获代表中国文学界最高荣誉的《矛盾文学奖》。 她虽然是个回族作家,但她的创作题材范围却从未具现于本民族的生活,而是古今中外都能写取。 她的作品结构宏大,视野开阔,激情充沛。 在她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般女性作家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狭义色彩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好了,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的概况,那么接下来我就为你来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变法失败,报国屋门。 第二个重点是,流亡香港,情戏以澜。 第三个重点是,抗英宝土,以身殉国。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变法失败,报国屋门。 公元1898年,大清国光绪24年,赐岁勿虚,一个肤色白皙,面目清渠,年纪在27、8岁左右的年轻人,正步履匆匆的来到位于东堂子胡同的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前, 却被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标形护卫挡在了门口。 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于香港拓戒问题的中英谈判。 谈判双方分别是素有中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文华殿大学士,原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公使斗纳乐爵士。 道光22年,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大英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吉利。 英军兵临南京城下,钦差大臣齐英伊礼布在英建康沃利斯号上,与英国全权轻使普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 当年9月11、12日,即公元1860年10月24、25日,公亲王易新和英国全权轻使俄尔金,法国全权轻使,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给英国。 现在,英国又仗着大清国甲午战争失败,各国列强瓜分中国之势,以防御来自北方的威胁为借口,提出了在香港唾借的要求。 在谈判桌上,斗纳勒气焰嚣张,威逼利诱要将深圳湾到大鹏湾一线以南的一大片土地,划到英国租界的范围之内。 李鸿章所统帅的北洋水师,在前不久的中日之战中惨败,早就成了惊弓之鸟,被洋人吓破了胆。 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惩惶惩恐,既怕激怒英国人,又怕背上卖国的骂名,于是故意将谈判争论的重心,转向了保留一个小小的衙门,九龙寨城,而对失去大片的土地,置若罔闻。 斗纳勒见大局已定,勒得给李鸿章一个台阶下,于是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初步协议。 经过了一番唇枪舌战,终于为大千国保留了一点主权的象征,九龙寨城。 76岁的李鸿章也稍感欣慰,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准备回家。 在门口,他碰到了那个年轻人,他正是北洋水师丁汝昌仗前的一名文案,一元杰之子,义军树。 因受好友邓伯雄之托,冒死向李鸿章劝谏。 义军树借康有为的讲稿慷慨陈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则为有,暗示李鸿章不可误国卖国,前车之父后车之鉴,希望李鸿章为大清国守住每一寸土地。 不料也因此深深的激怒了李鸿章。 康有为发动的公车尚书,曾使夫日义和的李鸿章骑虎南下,性命攸关。 而康有为打出了违新的旗帜,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变得陈旧不堪。 李鸿章曾不计前嫌,愿捐银两千两,申请加入康有为发起的强学会,却惨遭拒绝, 使李鸿章深切地体会到了强倒众人推的孤独和尴尬。 李鸿章恼羞成怒,又觉得对一个晚辈发火有失身份,于是颓然送客。 在紫禁城内,一个年轻的皇帝正安安自立,勤政亲贤,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奋发有为的天子。 但此刻,他就为手中的斩脱香港戒指砖条,大动肝火。 不久前,他的国家在甲午海战中惨败,国家陷入列强的包围之中,大清皇朝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他忧心忡忡,交际万分,苦苦寻觅救国之策。 他如饥似渴地攻读着康有为进县的日本辩政考,俄国大彼得辩政考,太西新时揽药,等等应时之书。 康有为激烈的变法主张,使他看到了重振江山的一次希望。 眼下李鸿章献上的砖条,却又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局面,将大片的国土拱手相让。 他虽然不愿做亡国之君,可是想到皇太后慈禧的态度,断然不会同意他否决砖条的条款。 如果由香港唾戒引起战火,那么皇太后岂有可能废除他的地位。 因此,纵然他对李鸿章大发雷霆,可最后依旧只能流泪无奈地在斩脱香港戒指专条上签下同意的桌批。 同时,他也让帝师温同和起草明定国试照,决议改革,例行变法,救亡图存。 在变法的第三天,试读学士徐之静向皇帝宝剑公部主事康有为,广东举人梁启超,江苏厚部之府谭思彤等通达实务人士。 义军树在北京贺年堂药店巧遇谭思彤,故人相见分外惊喜。 谭思彤邀请义军树去会馆叙秀,在会馆义军树遇到了英国牧师林若翰。 这位来自异国的传教士,凭借着儒雅的谈吐和对中国试取的关切,都博得了义军树的好感。 更何况,他所著的甲午战绩资料详实,利论公允,对中国战败的原因做了彻底的分析。 义军树更在书上看到了父亲的名字,令其陡声敬意。 林若翰在香港最大的教堂,圣约翰大教堂任职,除了管理教堂内部事务, 还潜心向学和外出传教,足迹遍及华南、华中和华北,并且几次进出京城, 和帝师温同和直立总督李鸿章、胡广总督张之洞都有过交往。 1876年到1879年,直立、山东、山西一带发生旱灾, 鄂朴塞道哀鸿遍野。 林若翰募捐十万余两白银旧灾,被鸡民尊称为鬼子大人。 因受李鸿章刺激,使他明白越想使宗教在中国立足, 必先征服中国读书人,于是他不再云游传教, 而开始潜心著述。 他的著作不仅有宣传宗教的普及读本, 更大量涉及国际历史、政治、军事、文化、科学, 寻求与中国读书人的共鸣。 义军术与林若翰的交谈中得知, 林若翰虽然支持中国改革变法, 但是他的目的绝非如此简单。 作为一个英国人,他更爱英国, 希望由英国人来管理中国的陆、矿、工业、军队, 甚至入朝做官操纵国权。 两个人因此而发生争执,不欢而散。 八月初六,在平静的表面下, 紫禁城里却发生了分天覆地的变化, 沸沸扬扬的戊序变法在第103天戛然而止。 光绪皇帝被软禁, 康有为的南海会馆被查抄, 谭思同等六君子被捕。 义军术因为康党身份被通缉, 只好仓皇出逃。 在马加铺火车站, 义军术差点被官兵围捕, 却意外地碰到了英国牧师林若翰。 善良的老传教士不计前嫌, 巧妙地救了他。 9月28日,下历8月13, 谭思同等人在蔡市口被斩首。 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夜, 义军术随着林若翰踏上了去香港的流亡之路, 从此他再也没能回到故土北京。 好了,那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1898年到1899年, 发生在香港和京城的系列事件, 义军术参与变法失败, 报国无门。 说完了这个,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个要点, 义军术在流亡香港期间, 和牧师林若翰的养女乙兰之间, 发生了一段动人爱情故事。 在香港, 义军术遇到了林若翰的养女乙兰, 乙兰年轻美貌, 生来就是一副华人的面孔, 但是她的内心却把自己视为白人, 对待华人的态度也是颇为傲慢无礼。 义军虽然自小, 就居住在香港的花园道, 政府山的半山欧人居住区, 生活富足安乐, 可是她的内心异常的苦闷, 在学校里, 同学说她是Chinese, 走在街上, 华人又骂她是鬼婆, 她又不能解释自己是个混血儿, 在她看来, 混血儿就是杂种, 是最难听, 最狠毒的骂人的话。 身份得不到认同的乙兰, 就像无根的扶贫, 她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甚至虚构了一个恋人Peter, 来安慰养父, 也欺骗自己。 富商之子池孟桓, 为了挤入洋人社圈, 看中了乙兰的白人身份, 对她许以赠送15英亩的土地诱惑时, 她不禁地心动了, 虚荣心侵占了她的头脑, 懵懂的少女完全没有意识到, 池孟桓内心卑劣地计算。 林若翰看出了女儿的动摇, 17岁的少女依然单纯到, 对世事一无所知。 池孟桓通过结婚, 还有小妾, 商人的天性让她唯利是图, 乙兰嫁过去, 只能成为她的一个玩物和奴仆, 她此番赠送土地, 目的无非是为了临时招牌。 林牧师的话语让乙兰羞愧难当, 原来在她眼中, 在周围的白人当中, 他们算穷人, 和那些华人富商相比, 他们也算穷人, 而在香港, 贫穷就是耻辱, 就是罪恶。 她冲口而出, 不再羡慕别人的财产, 哪怕说在这个老房子里, 安安分分地做一个穷人。 乙兰的口无遮拦, 深深地伤害了养父林若翰的心。 义军术的出现改变了乙兰, 她让乙兰学习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同时也打开了乙兰封闭的生活圈, 让她接触到了真正的华人世界, 感受到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乙军术和乙兰同游林丁阳, 宋王台, 让乙兰对南宋君臣在山穷水尽之际, 仍然势不祥缘, 使之抗敌的浩然正气, 肃然起敬。 在宋王台两人偶遇邓伯雄, 邓伯雄对南宋历史, 生情并茂的讲述, 让乙兰的血管, 涌起了一种从未体验的感觉。 从宋王台回来的路上, 乙兰和乙军术再次碰到了池孟桓的纠缠。 池孟桓的软膜硬炮, 死缠烂打, 让乙兰终于忍无可忍, 当面戳穿了她的卑鄙的巨心。 池孟桓恼羞成怒, 揭穿了乙兰的身世之谜, 她原来只是一个码头苦力的女儿, 她爹因为闹公巢被警察开枪打死, 从而被林牧师收养。 乙军术忍无可忍上前就是一巴掌, 教训了池孟桓。 乙兰被突如其来的消息, 打击得心乱如麻, 又惊又怒。 众人回到汉园, 乙兰为了不伤养父林若汉的心, 强忍悲痛。 当晚, 乙兰从管家阿宽的口中 得知了绅士之谜的证实。 从阿宽房中出来的乙兰, 看到一直在暗中 关心自己的义军术, 胸中酿起了一股感激之情, 一颗芳心也悄悄地 向那挺拔的身影靠近。 从宋王台回来之后, 到了圣诞节, 汉园一片欢乐祥和, 一直心系国家的义军术, 却无法融入到 这洋人的节日气氛。 想到在英姨蹂躏下的故土, 他独自在房中 奋笔写下了一首新词, 义秦娥。 掏声宴, 登楼又见伤心月, 伤心月故国山水, 一帮成雀, 灵丁阳上中魂烈, 送往台下南儿穴, 南儿穴画五色石, 补南天烈。 乙兰读出了义先生 苍凉悲壮的赤子情怀, 沉甸甸的中国心。 从送往台回来之后, 义军术应邓伯雄的邀请, 去锦田共度元宵佳节, 义军术与乙兰一别半月, 乙兰尝了思念之苦, 他把李清照的生生漫 读了千遍万遍, 守着川儿, 独自怎生的黑, 梧桐更间细语,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地怎一个愁自了得。 元宵节后, 义军术收到了汉翁 请诉返岗的书信, 他想起了林若翰的收留 和庇护之情, 想起了义兰隐约的依恋之情, 怦然心动, 唤起了屡屡思念, 他决定回汉园做最后的告别。 久别重逢, 义兰除去了娇汉无忌的顽固之态, 却多了一份动人的神采, 面旁虽然憔悴, 却有一幅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兽的诗意之美。 在得知了义军术的词别之意, 义兰再也无法抑制住心中的思念之情, 将一片芳心全盘拖出, 两颗飘零的心在乱世之中, 就此仅仅一威, 再也无法分离。 好, 那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 义军术、邓京士和邓伯雄等爱国世人, 联合十万乡民抗英宝土的悲壮过程。 自专条签字之后的大半年时间内, 英国政府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一拖再拖, 而背地里却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香港辅政司洛克亲赴新安县进行调查, 对北部边界进行了踏勘, 提出了以自然界限为界, 把新安县全境划入新族界地的主张。 清朝政府派了王存善为定届委员, 双方重启定届谈判。 几番交手, 英方虽然碰了几次软钉子, 可是最终还是中方一再退让, 将深圳河称为中英界河, 由此以南的大片土地, 以及深圳河、深圳湾和大鹏湾的全部水域, 规划了英国。 山雨欲来, 风满楼, 西安县陷入了摇摇欲坠, 雨打扶平的境地。 另一方面, 池孟桓遭到汉原的拒绝之后, 恼羞成怒, 不停地寻找机会要扳倒林若汉。 在费尽心思发现了汉原的家庭教师, 就是被通缉的康党义军术之后, 他立刻向警察司梅宣利进行告密。 在洛克的斡旋之下, 老坚俱华的总督补利, 以太平绅士为诱饵, 吸引林若汉为港英政府办事。 林若汉在晚年终于看到了进攻立业的机会, 欣喜若狂, 立刻开始为定届谈判做准备。 池孟桓看到林若汉不仅没有被惩罚, 反而因祸得福, 不由得更加疯狂地变本加厉搜寻对林若汉不利的证据。 同时, 为了讨好警察思眉宣利, 池孟桓悄悄地派自己的管家扭计祖宗老墨回老家下村, 探听新族接地的情况。 在锦田的吉庆围, 邓氏的抗敌准备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锦田五围六村, 十六岁以上的青壮男丁都在清乐邓公祠的门前空地上演兵习武。 邓京市邓伯雄派人去购买枪支弹药, 扩充武器装备。 义军术在邓府期间, 在远离京城的天涯海角的这些何厨农夫身上, 看到了中华民族尚未泯灭的希望, 激情愤慨, 挥笔写下了白话诗文《抗英宝土歌》。 之后, 义军术回到了汉原, 他借以兰的关系, 从林若汉的房间偷取了港英政府关于接管新租界最新的消息, 与邓伯雄理应外合。 不料他写《抗英宝土歌》的消息被老莫得知, 警察思眉宣丽带人上汉原抓捕, 被他侥幸逃脱, 但汉原也因此受到牵连, 林若汉被软禁在汉原之中, 失去了港英政府的信任。 义军术再次来到景田, 随即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英保卫国土家园的战争之中, 邓、文、廖、鹏、侯, 五大家族联合十万乡民发起了武装斗争, 他们与英国军队、警察展开了殊死搏斗, 先后两战大谱, 再战林村谷, 上村石头围, 最后聚首锦田吉庆围, 与强敌血战到底。 但是以农民为主的散兵游勇, 终究无法抵抗训练有素, 武器精良的英军进攻, 英勇的乡民们受到了残酷的镇压, 邓伯雄也引誕身亡, 他的夫人文心瑜也自吻殉情。 义军术弹尽用宝剑刺死了汉奸持孟还, 为了保护烈士遗孤, 义军术被梅宣利和十几名红头阿三团团围住, 只好束手就擒。 最后, 英军以镇压为由, 出兵打过戒河, 占了深圳和沙头角, 赶走了九龙寨城的驻军河税关, 还要大清国赔款十五万大洋。 为了让洋人解析, 清朝政府撤去了谭忠林, 梁广总督之职, 由李鸿章接替他的位置。 中英关于香港拓戒的交涉, 自李鸿章史, 复至李鸿章中。 最终, 义军术因参与非法组织太平工局 和对抗政府的武装骚乱, 杀害了英军士兵, 以及警察司的驻守池孟桓, 而被港英政府判处了死刑。 以兰威义军术, 诞下了一个小男婴。 好了, 那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说到了1898年到1899年, 英国殖民者趁大清甲午战败, 列强瓜分中国之机, 欺负清朝政府软弱无能, 提出了在香港拓戒的要求。 经时举人义军术面见李鸿章慷慨陈词, 要以民族大义为主。 为了报国, 义军术跟谭思同参加了百日维新, 革命失败后, 被英国牧师林若翰打救, 逃亡香港。 其次, 我们说到了, 义军术在流亡香港期间, 成为了牧师林若翰的养女, 以兰的家庭教师。 在义军术的影响下, 以兰逐渐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从一个单纯无知的少女, 变成了一个成熟动人的姑娘。 她拒绝了无耻商人, 持梦还的追求, 并与义军术之间, 发生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最后我们说到了, 香港总督补利, 利用田若翰的汉学家身份, 为港英政府办事, 以及警察司梅宣利, 在卖国求荣商人, 持梦还的帮助下, 对义军术, 邓京士, 邓伯雄等爱国志士, 联合十万乡民, 抗英宝土的行动, 进行了残酷的军事打击。 最后, 乡民们不敌武器精良, 训练有素的英军, 惨遭镇压, 壮烈殉国的过程。 义军术为了保护烈士遗孤, 被捕入狱, 最后也被送上了绞刑架, 谱写了一曲, 中华儿女英勇抗敌的, 慷慨悲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 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